纽西兰政府斥资5.8亿台币 他们要在下个月 举行更换国旗的公投 来看看他们总共推出了五款设计 多半是以象征纽西兰精神的 银爵还有男时自新为主 其中新添加的红风设计 因为结合毛利神话跟三角形 比较受到关注 只是虽然即将进入投票阶段 但还是有六成的民众 觉得兴趣缺缺 不喜欢把国旗换掉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全球进行事 我是秦林谦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